好 早上去吃早餐 有些人会习惯是喝热饮 不过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汗事呢 有一位妇人她带着小学五年级的女儿 到素食店顶呱呱外带热红茶 那么因为这个店员没有盖好杯盖 纸袋破掉了 结果这个茶水就烫到 女童的左腹和左叔喜部 那么因而提告求偿将近250万元 高院判决认为店员没有在杯盖贴 胶带违反了工作的规定 杯子也没有小心高温的警语 判冰瓜瓜和店员连带赔偿女童 104万元 全案还可以上诉 冰瓜瓜表示 未来会严格地要求员工 遵守公司作业手册 避免意外再度地发生了